我覺得那萬一有護身說覺得林非凡應該要退選 李政浩也必須要退選 你自己怎麼看 當然我覺得這次的事件 對於過去包括尤其是李政浩 他所發生的 如果是跟女性的友人之間 以過去親密的合照 來作為一些威脅等等的手段的話 這些是在法律上 或是在現在我們認為說 是屬於數位性暴力的一環 是絕對不能容忍 所以我覺得李政浩也有必要 要把過去在法院裡面判決 裡面他跟女性友人的對話 能夠解釋清楚 到底他是不是曾經拿 這些所謂合一拍攝的私密影片或照片 來威脅女性友人 那這樣子的作為 其實也是違反民進黨的核心價值 也是我們所不能接受的 而這一點是到目前為止 李政浩都沒有明確的說明 那當然我覺得民進黨的女性從政同志 也都有表達說對於這件事情是不能接受 那對於林非凡 他在擔任副秘書長的時候 處理這件事情的過程確實也是有瑕疵 那他自己也是道歉了 那後續如何能夠挽回 或是從政大家對於說 他是否能夠重視在性別平等 或是女性受害人等等相關權益上 他能不能做得更好 我覺得他要努力的去說服社會大眾 來證明自己在這個事件或是後續 他如何去做改進跟面對 等於說民進黨的副女副主任會吃愛 那是不是真正的原因就是因為 這個導演他是小英的綠柔友 而且再加上當時的這個時任黨主席 就是蔡英文總統 如果當時報出來的話 整個是會對蔡總統相當不利的 那蔡總統昨天還說要嚴厲譴責 但昨天黨主席就是他不是應該牽責自己嗎 而且他是身為女性的黨主席 甚至是女性的總統 他不是最應該要做到這個保護女性的展示 我覺得這件事情可以看到 在這個性騷案裡面 民進黨明顯地吃案 那吃案的原因是什麼呢 是因為他們這些主管 沒有任何的性貧的觀念嗎 還是因為這個性騷者 他的後臺實在是太大了呢 那麼在昨天 大家也可以看到 這個性騷者事實上長期跟民進黨在合作 那麼而且呢 跟蔡英文其實非常友好 蔡英文公開叫他輝哥 而且呢 這個輝哥他在結婚典禮上的時候 蔡英文也參加 所以民進黨上上下下應該知道 這個性騷者是他們主席 也是總統的好朋友 所以這是不是他們辦不下去的真正的原因 所以我覺得對蔡英文來講 今天只是去發一個聲明 然後說支持黨中央辦到底 我覺得這是不痛不癢 第一這個性騷者是你的好朋友 第二你是擔任黨主席 而且呢你自己又是當為一個女性的總統 那你們不是很推崇人選之人嗎 人選之人就有一句台詞 如果我連黨工都保護不了 我還當什麼總統 所以也要把這句話送給蔡英文 請下這個前黨工在書上面提到說 自己遭到氣騷了 不過呢這個指控這個時任護部的主任 許家田他沒有積極處理 疑似直然 那我們黨中這一邊 未來如何救我們表察 是 性別平權是民進黨的價值 民進黨也跟台灣社會努力多年 不會輕言放棄 發生這一起姓平案件 民進黨未能及時妥善的處理 讓當事者增加許多痛苦 我要向當事人 還有台灣社會表達歉意 當我知道這個事件的第一時間 我已經指示許利民秘書長 秉持三個原則處理 第一個是 身高層級來負責調查 由主席辦公室主任 以及姓名部主任 召集姓名委員會來進行調查工作 第二個是 凌容忍 任何一個人都有百分之百絕對的權利 不讓他的身體 遭到侵犯 第三個是公開透明 盡速調查 盡速跟社會大眾報告 在今天下午 許家庭副秘書長也已經提出辭辰 我已經同意他的辭辰 未來民進黨會繼續努力 強化一套制度 在這套制度之下 任何受侵犯的人 都可以沒有恐懼 沒有壓力之下 透過這套制度 來保障自己的權利 好 謝謝 那我想先就 這個 在黨部發生的這個 員工遭遇到這個 廠商的這個性騷擾事件 我先做一個 簡要的說明跟回應 那第一個是 作為當時候這個黨部的主管 督導的這個主管 那在我的下屬部門 發生這樣子 員工遭到這個 廠商的性騷擾事件 那我們未能在第一時間 承接住當事人 那提供他必要的協助 造成他這個 獨自承受這些壓力跟傷害 我想我們應該 共同表達我們的歉意 那第二個是 我們也必須思考 雖然我們有這個 姓平的申訴機制 但是為什麼我們的機制 無法有效的 去承接住每一個受害者 這個也是我們必須 共同反省跟檢討的部分 讓這個 未來在姓平的這個 機制上面 能夠更有效的運作 這個我想制度上 我們必須來檢討 對 那 我想 對於當事人而言 他願意挺身而出 表達他的感受 以及他的遭遇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勇敢的事情 那也非常不容易 那我想 我們應該給予他更多的同力 跟更多的支持 那在 這個他遭遇到這樣的事情 其實 我還是要重申 我們 未能在第一時間 承接住當事人的感受 造成他在這個 事件的當下 他是獨自面對跟承受 這個我們必須審切反省跟檢討 那我也要再次呼籲 也如同剛剛中央黨部的同仁 剛剛所開的記者會所述 這個 我們希望大家尊重當事人的隱私 不要對他進行任何的 不管是人身攻擊或政治攻擊 你說像你是督導的 當時有接到 當時後有交流 關於這個案子的一些傳言 或者是這個聲譜 我想 簡略還原一下當時候的狀況 在這個事件發生的時候 這個婦女部的 當時後的主任 許家田主任 有簡略向我報告 不過因為 這是一個姓平事件 那基於這個當事人的 這個保護當事人的隱私 所以我這邊只有收到 檢略的一些報告 那 所以這個 詳細的過程跟細節 因為這是姓平事件 有當事人的隱私 必須顧慮 那我想這是 當初婦女部給我的資訊是 這個他們 這個當事人 決定並沒有要走這個 申訴的程序 但是 我們確實忽略了 這個當事人 決定不走申訴的這個管道 背後可能有 種種各種的原因 那我想這個是我們當初忽略的 所以我認為 有疏忽 我們就應該誠懇的檢討跟致歉 你會做一部分做什麼樣的負責嗎 雖然你提供你 目前不是黨的負責嗎 我想這個 黨的決定跟這個調查 都已經在啟動 那 我想就尊重黨的機制來處理 我們全力支持黨的所有的處置 因為這完全沒有進行 任何申訴的這個部分 那當事人你是負責督導 那這部分請問 我想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姓平機制跟這個督導部門 這是這兩件事情 稍微要釐清一下 第一 但是我想這個姓平機制的這個啟動 當事人的意願是這個關鍵 那但是我們確實在當初這個 許家庭覆密跟我報告的時候 是向我表達這個當事人沒有要進行這個 進入到這個申訴程序 那我們沒有去細就他背後 不信心這個申訴的總總原因 這是我們的疏忽 因為剛才講還是會回到這個 這個性暴耳的事情 因為其實有部分是說 雖然黨部說一直去跟他進行溝通 但是事後還是頗穩的 這個細節坦白講 我不知道後來這個黨部是如何跟他溝通 因為我在1月份離開這個 副委員長職務 所以後續的這個現任的這個黨務 怎麼去跟他當事人進行對話 這部分我不清楚可能要問這個中央黨部